我一度发现 你老说你喜欢跟自己不一样的人 但你最后 还会找一个跟你自己最相似的人 对 底层肯定三观上基本是 我感觉这种真的会互相吸引 就是有一些相似之处的 对 你能接受就是 太活跃的 对 我不太行 不太行 就是你会感觉我很难配合他 就是他如果一天到晚800个主意 咱们去那边去那 那我也不行 要求挺高 我俩对 就是都有一个度 就是要比我俩开朗 对 又比我俩有规划性 但同时不要超出我们的承受范围 别挠得 对 他们之间沟通顺畅吗 不顺畅 全靠你 在中间 上次他不是带了一个碗来铁领 就第一次见我妈 我看了一个视频 对 那个碗就是中国产的 然后他在加拿大买了 就导手30倍的价 就抱回来了 给我妈了 我妈当时说的话是 僧面佛面 孩子面 我不给你当面摔了 Windy 你也好意思 然后Windy就看我妈说 Jessica有点不开心 然后我就瞎反应 我说 我妈不在乎了吗 我管我妈 现在老公叫宋舅舅 我说因为 我宋舅舅聋 我妈想让她过来看晚 她听不见 她生气 我妈这边在说 Windy不好 Windy就跟她说 我给你推荐一个助听器 老好使得了 我老公也聋 脸儿完全就在两个频道聊天 那你还挺厉害 你还得即兴想出一些个话题 给你折 每天都是Sky 就这么明着 就是骗 他们也不知道吗 我说伯伯应该是中文 完全不懂 对 完全不懂 那你老公也不说 他也听不太懂 你老公还听不太懂的吗 还听不太懂 尤其像咱说 你要说 Jamie 你还听不懂吗 他就说 我听懂了 如果像咱俩说 他也听不懂的吗 他就听不懂了 他在这生活的开心吗 老开心 那他知道 你们俩妈关系不好吗 知道 但他觉得 这事跟俩俩没有关系 那我看他老来 他一年几次年假 本来就是都有 二十多天年假 在旧和个结拜六 礼拜天 中间再续过十天 然后在圣诞节的时候 大家就都放假的时候 他反正就是假多 那你们在家说什么 就说英语 因为 Jamie和我婆婆 她们汉语也太差了 就是说英语 那咱要答中文好吗 好 挺好的 挺好的 我看挺好 因为我离开伦敦之前 我还会跟他说中文 然后我走那两年 他也忘了 然后再回来 立马就捡起来了 你一下就能捡起来 我觉得语言这玩意 有时候也确实 每个人天赋不一样 是几岁前 我记得 就是他要能学会 就是一直能学会 六岁还是几岁 反正我记得 是有一个说法 说几岁前 随意得的 能跟母语一个水平 几岁之后学 你学再好 你也无法达到母语水平 那你当时去美国的时候 你本身对英语 跟他们沟通 你有压力吗 有 你也就是恐 恐惧 你到英国的时候不恐惧吗 我也恐惧 我主要是我不知道怎么接他们那句话 就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对 对 对啊 我喜欢你的耳朵 谢谢 然后你说 我就这几句 我的恐惧是来源于 我怕我听不懂 我怕他有的时候 要门还带口音 说叠嘟嘟嘟嘟嘟嘟 我不知道他说啥 很尴尬 对 你本身就是一个外国人 你听不懂就听不懂 因为你要上课 美国的老师 他特别喜欢让你拿着你的作业 你去跟他聊一下你的想法 对 就是我当面我还可以 我最怕的是打电话 导致我至今我那个学生证有问题 就是我回国之后 因为我的学生证 就是我还想登录那个系统 我要调取什么过去的信息 我当它有一个那种 像邮盾似的 动态密码 那动态密码呢 我那软件就坏了 我必须通过打电话 给我重置一下 我要给纽约大学的那个教务处 打一个电话 就是因为这个电话 我打不明白 我至今呢 那个信息我就掉取不住了 就放弃了 我拉倒了 那就是你的性格 是因为你是可能是挨人 就是你特别怕给别人添麻烦 害怕 你如果是我妈这种纯大义人 她根本不在乎 我妈跟外国人说话到英国 别人说听不懂 她就说人家 我都说了 我要这个鲜面条 然后人家也听不懂 我妈就说人家 她认为你听不懂是你的问题 妈好好啊 这种性格特别好啊 对啊 所以她不内耗 你看你就肯定是 你怕别人添麻烦 我都不敢打 害怕 订餐厅啥的也很吓人 其实我觉得啊 就是你要熟悉她的使用环境 就好很多 你就怕是这个环境 这个事你从来没办过 对 你根本就想象不到 你没有预估她会问你什么 跟你要什么 对 你说订餐厅 我就把我能想到 她需要的信息 跌动录全说一遍呗 对 我觉得这个虽然费劲但能 但是我就有时候怕去医院 根本不听不明白 再加上一些医学术语 那更妥了 医院呢可真是太 我就是因为怕去医院 靠我的免疫力在美国扛过老多疾病了 对我在英国我最怕的就去医院 贵都是一码事 又贵又听不懂可妥了 对 你出国你会有 我没咋出过国 没去过什么英语国家 你泰国呢 你没去过 你没去过泰国 我去过日本 我也是 落地之后半入住嘛 成费劲了 那表格我也看不明白 完了 绿语的啊 英语的 它有一些 你说没 有一些词汇 很专业 对 它不是日常会用到的 我去英语跟对话 他也英语跟我对话 整个我俩都磕磕磕磕磕费劲了 后来不一会儿 中文OK吗 我说OK 我说可以 我有一次强行在泰国 我一语文不说 我就从而到尾说中文 他也行 也很顺畅啊 这旅游城市就还行 就他可能也听不懂 但是你跟他的对话 你跑不出那几样 对 要啥 这个多少钱 对 这也多便宜一点 你两个 对 一大家子出去玩挺费劲的 是 就是上有老下有小的 尤其是 吃喝拉撒 衣食住行 老费劲 是 这种人你就给他运到一个 PMP的民宿 咱们吃喝多点民宿 我们白天不行去看镜 对 就说还行 你在大都市就完了 我进我家那边 都有十来个人 有老有小的 就是我大姑 我大姑 我二姑 我二姑 然后我大姐 我二姐 大姐 我二姐 他俩 还有我外甥 我外甥女 一大老大一帮人了 出去了 但那个时候好在 我大姐夫说一不二 非常有话语权 而且经验丰富 说上哪就上哪 万大我们都跟着老乐 就是这种情况就是有一个人 有绝对话语权 别人就是想参与 或者想参与 参与不进去的 这种就省心 对 你要是七八糟 他有一年那大完了 对 你们喜欢看尬短剧吗 尬短剧 原来看 这阵不看了 自从它变成 有一些需要付费了 我就不看了 我去过一个剪辑公司 就是它就剪短剧 真的就满屋里六个电脑 全扇大嘴巴声 你我坐在中间 我就听着屋里 啪啪啪啪 我当时就觉得 现在的人怎么这么空洞 然后我就过去了 我站在那一小时没动地方 就是看 它那是一分钟一级 对 我本是黄絮 对 祝贺 你还知道我是你老婆 我告诉你 我一天不思续看守着的东宗 我说的钱不是你这个丈夫 如今临家败落 我都要成为别人的女人 你说我看这玩意是上演 是上演 还一级一级的 很快 快 你确实想往下看 他有时候看短的东西多了吧 你就会开始不想看长的了 就热辣滚烫的物料 我看的过多了之后 我都有点想说 要不然你不去那样的物料 就看那个各种物料 你看了吗 看了 我就是奔着你跟乔杉去 我太想看那个 看你的喜好 跟正常人不一样 是 我觉得太劲爆了 我进去那段给我笑愁了 我自己都不敢看 就你看剧本的时候 你就很喜欢是吧 你就觉得最打你的地方是啥 我挺喜欢这个 因为他是一个坏人 我就挺有意思 我看的电影院给我哭愁了 就他自己朝着镜子里 那个胖子里走的时候 就给我哭愁了 不行了 我就感觉这里头 最感动我的一点 其实是关于苹果那个理论 因为我当时就想起来 咱从小学的故事是啥 恐让梨 就你也不到为啥 你接受的这个故事 它就是你想吃梨 但你什么你的亲戚 你弟弟想吃梨 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梨给他 从小就听着故事 你也不觉得他有啥 你觉得那就对 总算是有一个理论 他跟着反着来说的 就是我自己有苹果 别人想要我也可以说不想给 就感觉挺爽的 对 你就把当孔荣的机会 也让给别人 对 我要那个大的 你当孔荣 这多那个荣耀的一件事 我让给你了 对 那你教育孩子的时候 也会学这些吗 不会 那你会给他们讲的 咱小时候听那些吗 不会 因为我觉得他不成立 那你会说说 弟弟还小 你让着点他吗 不会 这个我觉得 就他俩 就是他俩问题 他俩自己解决 就是我说早大觉得 他弟弟又把他玩具玩坏了 我就说你可以选 三四个东西 就你坚决不想让你弟弟碰的 就这东西就是你的 然后我给你锁写 我会给你放高处 当然我也放不到很高的地方 我只能放到拿铁够不着的地方 他如果碰了 那你就跟他说 你要能管得了他 你就管 我会告诉他说 他得让着弟弟 不打架吗 只要他就说一句 拿铁你想让我打你吗 然后拿铁就听话了 他俩差几岁 四岁 你会说话吗 不咋会 就是能做手 你家你做吗 我要是有时间我老爱做饭了 我发现你做了一顿饭 然后你觉得还很爱吃 你就觉得自己老重要了 你老公做吗 他也做 做得好吗 他就是三明治上 他已经达到了一个 炉火纯情的状态了 就是他会做 比如说泡菜炒饭三明治 我的妈呀 我家就大方喜欢能跟我吃到一起 就是对中餐 他是 他比中国人还中国人 就是 吃那个炸餐 炸大虫子 很多北方孩子也吃不惯 他都能吃惯 就像Wendy她们 她喜欢的还是外国人喜欢的那些中餐 炒饭炒面 拿铁呢 拿铁到哪儿 就是热面条 真是炖的那种 再蹲着吃 挺西北的 这个生活方式 所以他在他同龄海中 就是长得有点小 吃肉 吃面条吃 奶酪啊什么这些 奶也不喝 奶制品 不那么爱喝 就爱吃热面条 但你不觉得孩子 从小如果跟爷爷奶奶 再长一辈的 待时间太长 会有一点毛病 你看别人都是我儿子 像个小老头 我都没啥可说 因为我小时候就像个小老太太 就是我跟我爷爷奶长大的 啥都怕 我小时候班级里发雪高 大夏天发雪高 我看着雪高 我还吹一两下 我不敢吃 我觉得冒凉气 就胆小 就活得自己谨慎 我姐今天过年带孩子回去的 我就感觉你跟她对不了话 那你俩从哪儿结婚呢 铁领啊 然后婚车 当时是东北有讲的 比如说不能走空车 这不租了十个奥迪车吗 然后我妈说一个车里塞一个外国人 然后其他 为啥要一个车里塞一个外国人呢 因为一共来了十个外国人 就是一个里边塞一个 然后其中有个英国女的 就被塞到了最后那台车里 她本来就挺害怕 因为是被人带进去 然后她进去之后过一会儿 我阿姨不抱个大铁箱子 就上来了 上来之后再 就点钱 当时就是给她吓坏了 然后她给你掉 不是 就是那婚礼不都收账 收账 你二年一不是写账的 对 然后那个Sophie完了 我进入了一个Gangster 就是铁脸黑帮 那他们也是随的礼 对 以前咱家那边 搬鸡鸭还随礼呢 对 现在也随礼 咱们叫上楼 对上楼 现在又不行那个楼 现在给孩子红包还有200的吗 我感觉现在好像都是比较近的亲戚才给 是 你真不知道给多少 你说你不太认识 你上来给一堆 不好 你挣200块钱确实有点 主要是咱们就是 照顾一下这个南方的观众朋友 就是东北的压岁钱给的大 是吗 因为南方有很多 我看有个朋友就发视频 南方经常5块10块 20 50的 压岁钱 人家的红包是见识就给那种的 对 就是他那个面有点小 但是就好像是 算得多还是咋的 但咱东北一过年压岁钱 就是给的多 就是耗面 就是一年比一年多 对 就我刚出国那时候 我记得同学婚礼 我还500 现在回来 你500块钱 你不好意思想说拿 其实大家 那咋得1000吗 铁领 铁领现在的婚礼的均价 大概是1000左右 1000 1000差不多 1000 2000的 都过去随如老多里了 叫孩子上学 孩子上学你肯定得随吗 你当时高考完事 你妈大张了 张了 你是不是也得就是说两句 讲话 穿个旗袍 没准还得 但没有了 反正当时还得讲话 上台讲 大横幅吗 李雪阳 对啊 李雪阳 什么什么生学院 被北大录取是吧 没有 就是写我的生学院 当然了 当时也有一些亲戚 然后说 孩子上什么大学 北京大学 北京什么大学 就叫北京大学 是本科 是本科 几本 一本 一马那你挺烈 走完事 反正后来我就意识到 人家可能也不在乎说 你上的是什么大学 我就是来把我这个李随了 对 因为之前你也往我家随李了 对 那是 主要是这么一个功能 你那是办生学院吗 是办呢 你家亲戚知道厦门大学吗 知道 因为我妈到时候告诉人家 当时厦门大学全国排第十一 我妈永远告别人全国前子安 那帮人也信 我妈老子 因为我感觉我在我办生学院的时候 我就感觉来的人 根本不在乎你考上了哪所大学 对 她也不问你考上哪所 但你考得好 你家人肯定希望他们知道 其实这个道理有时候 咱们的妈妈不太懂 就是当你自己家 我让你觉得特别骄傲的事 你希望普天同性 但其实别儿没有那么 对于你家孩子有多优秀 她有多开心 对 甚至还有点不高兴 对 我感觉只有婚礼是普天同性的 对 对 对